欢迎来到我们的美国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今天我们首先来看看特朗普的最新动态 习林 迪翁批评特朗普在蒙大拿州的竞选集会上 未经授权使用他的歌曲My Heart Will Go On 社交媒体用户更是将特朗普的竞选 比作泰坦尼克号的沉船 这真是让人忍俊不禁的一幕啊 接下来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称其内部通讯 遭到伊朗政府的黑客攻击 虽然他们并未提供直接证据 但这一说法引起了广泛关注 据报道 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 收到了一些匿名来源的邮件 这些邮件声称提供了特朗普竞选团队内部的真实文件 伊朗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最后 我们来看看巴黎奥运会的精彩时刻 美国男子篮球队在决赛中以98比87击败法国 赢得金牌 斯蒂芬 库里在比赛中表现出色 贡献了24分 其中包括多个关键的三分球 帮助美国队夺得胜利 这场比赛真是扣人心弦 让人热血沸腾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南华早报报道 席林 迪翁在周六对唐纳德 特朗普使用他为电影泰坦尼克号创作并演唱的歌曲 进行了嘲讽 特朗普在蒙大拿州的竞选集会上 播放了1997年的歌曲 My Heart Will Go On 并在大屏幕上展示了迪翁表演这首歌的视频 这引发了社交媒体上的一片嘲笑 迪翁的管理团队和他的唱片公司 Sony Music Entertainment Canada在X平台上发表声明 表示这首歌和视频的使用绝对未经授权 社交媒体用户将特朗普的竞选活动 比作詹姆斯·卡梅隆电影中的沉传 自从卡玛拉 哈里斯取代乔·拜登成为美国总统候选人后 特朗普的选情似乎处于劣势 特朗普曾经有望重返白宫 但拜登于7月21日退出竞选后 哈里斯取得了重大进展 并宣布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为他的竞选搭档 迪翁因自免疫疾病不得不取消2023和2024年的一系列演出 但他上月在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上从埃菲尔铁塔上演唱 让粉丝们惊喜万分 南华早报报道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表示 其内部通信遭到黑客攻击 并指责伊朗政府 虽然没有提供直接证据 这一声明是在Politico网站报道 其从匿名来源收到特朗普竞选内部文件后发布的 这些文件包括副总统候选人JD泛斯的潜在弱点 特朗普竞选团队发言人史蒂文张表示 这些文件是从对美国敌对的外国来源非法获得的 目的是干扰2024年的选举并在民主过程中制造混乱 微软研究人员的一份报告指出 与伊朗政府有关的黑客 试图在6月入侵美国总统竞选活动中的一名高级官员的账户 并利用一名前政治顾问的账户作为跳板 伊朗外交部和其联合国代表为立即回应置评请求 伊朗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在回应微软的发现时表示 其网络能力是防御性的 并与所面临的威胁相衬 并且没有计划发动网络攻击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声称其内部通信遭到黑客攻击 并指责伊朗政府尽管没有提供直接证据 这一声明是在Politico网站报道其从匿名来源收到特朗普竞选内部文件后发布的 这些文件包括副总统候选人JD范斯的潜在弱点 微软研究人员的一份报告指出 与伊朗政府有关的黑客试图在6月入侵美国总统竞选活动中的一名高级官员的账户 并利用一名前政治顾问的账户作为跳板 伊朗外交部和其联合国代表为立即回应置评请求 伊朗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在回应微软的发现时表示 其网络能力是防御性的 并与所面临的威胁相衬 并且没有计划发动网络攻击 特朗普在任期间与伊朗的关系紧张 美国在2020年杀死了伊朗军事指挥官卡西姆 苏莱曼尼并退出了伊朗核协议 特朗普在7月幸运地逃过了一次暗杀企图 尽管没有迹象显示嫌疑人与伊朗有关 但美国情报部门曾报告称伊朗和俄罗斯 在过去的选举周期中都有特定的总统偏好 南华早报报道 在巴黎奥运的最后一天 中国队以39枚金牌的成绩领先美国的38枚 双方的金牌数量可能最终持平 中国队在乒乓球和跳水项目中一如既往的强势 但这次他们在艺术游泳中也展现了新的优势 王柳一和王千一这对双胞胎姐妹 在双人比赛中夺金 让观众惊叹不已 中国台北的拳击手林玉婷 在女子57公斤级比赛中大胜波兰选手 这枚金牌对她意义重大 而中国的李倩在75公斤级比赛中 以4-1击败巴拿马选手 这枚金牌是中国女子拳击历史上的一个突破 美国队在男子篮球比赛中也表现出色 斯蒂芬 库里 勒布朗 詹姆斯和凯文 杜兰特等球星带领球队夺得金牌 最终以98-87战胜法国队 这场比赛中 库里全场得分24分 全部来自三分球 这无疑是她职业生涯中又一个高光时刻 半岛电视台报道 美国队在巴黎奥运会上 赢得了第八个连续的女子四乘以400米接力冠军 这是美国队在本届奥运会上的第14枚田径金牌 西尼 麦克劳克林 勒弗罗恩和加比 托马斯等明星选手组成的美国队 以3分15 27秒的成绩夺冠 男子四乘以400米接力决赛中 美国队也显胜博子瓦纳队 最终以2分54 43秒创下奥运会记录 卡塔尔的穆塔兹 巴西姆 在男子跳高决赛中获得铜牌 失去了4年前在东京奥运会上的金牌 新西兰的哈米什 克尔在与美国的谢尔比 麦克尤恩的跳跃比赛中脱颖而出 为新西兰赢得了一枚罕见的田径金牌 克尔表示 他对这一胜利感到震惊 这是他国家田径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 CNN报道 斯蒂芬 库里在巴黎奥运会上的表现 堪称完美 在比赛的最后几分钟 美国队的领先优势被法国队缩小到3分 但库里在关键时刻连续命中4个3分球 最终帮助美国队确保了胜利 库里在比赛中的最后一个3分球 是一个经典的库里时刻 他在两名法国防守球员的夹击下 运球后退并在倒地的同时投篮命中 这一球让现场的法国观众惊叹不已 库里赛后表示 他在这次奥运会上找回了打篮球的乐趣 这也是他首次参加奥运会并获得金牌 库里说 这是我一直梦想的时刻 现在终于实现了 我非常激动 卫报 在巴黎的贝尔西体育馆 比赛还剩16秒 斯蒂芬 库里在距离篮筐30英尺的中场位置接球 前方被两名法国防守球员挡住视线 几乎看不见篮筐 在重力即将接管之前 库里仍然以完美的弧度 将球投出 球穿过防守球员的手指 命中目标 这是库里在最后一个季度的第三个三分球 他之前的两个三分球同样令人惊叹 美国队最终以98比87战胜法国队 赢得了连续第五枚奥运金牌 比赛进行的激烈而精彩 但美国队凭借库里的神奇表现 和球队的整体实力 最终笑到了最后 雅虎美国 在巴黎的2024年奥运会上 斯蒂芬 库里的关键三分球 帮助美国队顶住了法国队的反击 赢得了男子篮球金牌 库里在比赛中拿下24分 全部来自他的八个三分球 凯文 杜兰特贡献了15分 而勒布朗 詹姆斯则拿下14分 10次助攻和6个篮板 虽然法国队的维克托 温班亚马尽力以26分支撑球队 但他们在第四节一度 将分差缩小到3分 最终还是未能逆转 库里的出色表现 确保了美国队的胜利 最终以98-87赢得金牌 雅虎美国 对于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的杰森 塔图姆 朱霍勒迪和德里克 怀特来说 这一年非常成功 除了在6月 与凯尔特人队一起赢得NBA冠军 他们还帮助美国南篮 在巴黎奥运会上 以98-87战胜法国队 赢得了金牌 塔图姆和霍勒迪 在比赛中和利拿下8分 虽然怀特没有出场 但他在整个比赛中的表现 也非常出色 赢得NBA冠军和奥运金牌 在同一年内完成 是非常罕见的成就 塔图姆和怀特 成为历史上第七和第八位 达成这一成就的球员 霍勒迪还成为仅有的两位 在不同年份 两次完成这一壮举的球员之间 Nike Asia报道 美国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在凤凰城表示 如果他赢得11月5日的总统选举 他将不会干涉美联储的决策 哈里斯强调 美联储是一个独立实体 总统不应干涉其决策 这与共和党候选人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 特朗普认为 总统应对美联储的决策有发言权 并曾表示如果他再次当选 将试图削弱美联储的独立性 哈里斯计划下周公布其政策立场 重点是美国经济 旨在降低成本并加强整体经济 近期美国7月失业率上升 引发全球股市动荡 投资者担心美国可能陷入衰退 迫使美联储采取激进行动 哈里斯对此表示 美联储的反应已趋于平稳 未来的决策尚待观察 Al Jazeera报道 加拿大的B-Boy Phil Wizard 在巴黎赢得了首届奥运会男子霹雳舞金牌 他希望正能为参与这种高能量舞蹈运动的人们 打开大门 Phil Wizard本名Philip Kim 在巴黎协和广场的决赛中 击败了法国的B-Boy Danny Dan 美国的B-Boy Victor获得铜牌 霹雳舞首次亮相奥运会 单位被列入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项目 Phil Wizard表示 霹雳舞是一项被低估的运动 希望通过奥运会的展示改变人们的看法 比赛中 16名舞者在一系列对决中展示了他们的技艺 最终Phil Wizard凭借出色的表演 赢得了3-0的胜利 尽管压力巨大 他仍成功展示了霹雳舞的独特魅力和多样性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报道 墨西哥独销伊斯梅尔·埃尔·马约·桑巴达称 他在与西纳罗亚州州长会面前被伏击并绑架 随后被强行带到美国 桑巴达在一封信中表示 他被引导到一个房间后被击倒 头上套上头罩 双手背靠 然后被带到一个私人飞机上 最终抵达美国德克萨斯州 美国驻墨西哥大使证实了这一事件 称桑巴达是被强行带到美国的 此事引发了关于毒贩与西纳罗亚州 一些政客之间关系的质疑 墨西哥总统安德烈斯 曼努埃尔 洛佩斯 奥夫拉多尔 呼吁媒体等待更多信息 桑巴达和古兹曼 洛佩斯 被控多项毒品犯罪 目前在美国监禁 美国官员表示 古兹曼 洛佩斯 可能一直在与美方谈判自首 但具体动机尚不清楚 桑巴达被认为 比其更为知名的老板埃尔 查播更深入参与贩毒集团的日常运作 南华早报报道 随着美国客户因中国进口限制 而拒绝续订订单 毛巾厂老板洪永成 采取了不同寻常的应对方式 他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开设了一条新的生产线 尽管新疆的出口几乎被禁止 但他表示 我不认为能重新获得美国订单 所以在新疆生产已经无所谓了 因为大部分客户都是国内的 红的新生产线 使他成为了去年6月 在乌鲁木齐举行的 中国欧亚博览会的完美展示者 帮助促进当地经济 尽管如此 自美国对新疆的全面禁令生效以来 中国的纺织和服装制造商们 一直在努力填补需求空缺 全球零售商们在2019年 开始面临来自美国和欧盟的压力 要求切断与新疆的供应链联系 国际品牌如耐克和HNM 在2020年发表声明 否认与该地区有任何联系 导致中国网民愤怒 呼吁抵制这些品牌 并支持购买国产产品 然而 红表示 即使国内市场规模庞大 也无法填补外国客户流失 带来的空缺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乌克兰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的 重大攻势加剧 导致超过76000人被疏散 乌克兰部队深入库尔斯克地区 20公里 进行激烈战斗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在夜间视频讲话中 首次承认了这场战斗 他表示 已与乌克兰最高指挥官 奥列克桑德尔·希尔斯基 讨论了这次行动 与此同时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其部队正在继续击退 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入侵尝试 白俄罗斯也在边境 加强了部队部署 指责乌克兰无人机 在库尔斯克入侵期间侵犯其领空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 空防部队击落了数架乌克兰无人机 并警告乌克兰任何挑衅 都不会不受惩罚 日本时报报道 星期六晚上 在巴黎的贝尔西体育馆 美国队在一场激动人心的决赛中 击败法国队 赢得金牌 斯蒂芬 库里在比赛中表现出色 得到了24分 其中包括8个三分球 在比赛接近尾声时 库里在两名防守球员的 加击下 运球后撤不投篮 球稳稳落入篮筐 他随后做出了 他标志性的晚安手势 暗示着将法国队的希望彻底击碎 这场比赛 标志着美国队 在巴黎奥运会上的金牌之旅 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 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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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界任何地方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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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